那 你果然是山庄第一 游游有谋的人啊 不对 是宇宙第一 是不是应该有个奖励啊 我 我受伤了 我 我先睡了 干什么 闭眼 一个不够 你又没有受伤啊 我没事 周伟已经对你起了杀心 他不可能就死罢休的 初遇 明日就有雷雨天 你们先回去 带在这儿我不放心 那你要跟我一起回去 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也不放心 你答应我 无论如何 带着初遇阳先回去 等我回来找你们 怎么了 你还不信我了 你的夫君可是宇宙第一游游有谋 好吧 那你有任何计划可不许瞒着我 不瞒你 那你休息吧 我先走了 你要干吗 今日你在黑莹堂 你说了你今晚要好好伺活的 我那都是权益之计 你不可以当真的 你今日挑上我马车的霸道劲儿去哪儿了 我可是 一犹未尽哪 你不可以乱来啊 我会生气的 我真的会生气的 你不要过来啊 我真的会 我 我真的会生气的啊 不可以乱 不可以乱来啊 我 我 安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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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戏耍我 你又戏耍我 留在屋里是为了护你周旋 周未知道你是我的软肋 万一他半夜来了将你掳走了 我可懒得出去救你 我把你儿子也会扛回来了 我死在佳 我 suits你 我就是 被你举了 我去 我把你儿子也会冤� 我 就跟他一样 你管好吗 你管好吗 我但那你 Deck 你不价是个 有勇有牟的人 你还是个最有情 有义 最温柔 最可爱的君子 初月 你可千万别看着我说这种话 我现在就会把持不住 你放心吧 我们还未正式成婚 我不会想逾越之事 还先休息吧 我会想逾越之事 全都怪属下无能 可惜了呀 这么好的机会竟然错过了 以后再想杀他弹劾荣燕 反复下去 不管有任何方法 安静昭必须死 属下遵命 若是安静昭他反击 安城虎在我们手里 他就不敢兴惧妄动 所以老头子 现在不能出任何找错 我和你讲 去听说 这个周围 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对堂堂的少庄主下杀手 真是狗胆包天 今日之事 我们已将所有事情都放到明面上 我怕周围一时情急 会对父亲不利 我们要尽快把你父亲救出来 否则在关键时候 周围必然用你父亲来要挟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庄主 庄主 还好吧 其实 其实 有什么话你就别瞒我了 跟我直说 那我就直说了 最近 医师给您开的新药 疗效虽好 但又医师不妥 就是您服用了此药之后 睡梦中内力将无法控制 会梦魇大动伤到自己 而且随着药性的增加 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您看 所以 请庄主恕罪 你这是干什么 有什么话起来说 起来吧 我只能将您的手脚锁上 以免您自己伤到自己 好好好 起来起来 我都请你的 起来起来 谢庄主 那就 莽犯了 好 庄主 咱们该吃药了 您就好好休息 好 是谁